電路學 基本計算 必備 而且它會影響到下一張所謂的電流的效應 所以圖選一定要了解它本身電路的特性以及它的計算技巧 以及題目提醒的不一樣 相同的地方跟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 電路上串連兩個電壓各為1.5伏特的電池 連接1000歐姆的電阻如幼圖 這個地方它是1000歐姆 它串連了兩個 串連兩個 所以總電壓就是1.5乘以2 串連電池電壓相加除以1000 所以第一個答案兩個 所以這是3伏特 第二個答案就是電壓除以電阻 所以這個除出來是1.2個 1.5 各為1.5 所以這裡是多少 電壓是3伏特 然後這個是3除以 所以是3乘以10的負3四方 小心喔 這是安培 這是安培 可是題目問的是毫安培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給它改成再乘1000 就是MA 毫安培加個M就是毫 所以就是3MA 好 那我們看到第二題 第二題 它一樣 電阻是15歐姆 粗細均勻的電阻線PQ 跟電池安培計串層底下的5 來 這一樣 這也是串連 不過這個地方在考什麼觀念 考電阻跟長路的關係 它說這裡是P 這也是P 這也是R 這也是Q 好 它有請問你 這裡面這個安培計會多少 來 這裡多少 1.5乘以2 1.5乘以2 那它說15歐姆 這整條是15歐姆 所以這個算出來 就是來 約掉 約掉 0.1 就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安培 五分之一 安培 就是0.2 安培 知道嗎 因為電壓 電壓兩個 1.5 兩個 3 電阻15歐姆 電壓除以 電壓除以 電阻 來 I 等於 V 處理 R 以下 電壓除以 電阻 好 第二個 它說現在長度 PR 只剩下三分之一 PR 只有三分之一的 PQ 那 不要忘了 電阻跟長度乘正比 那三分之一的話 原來是15 那三分之一的話 那就剩下五歐姆囉 五歐姆 好 問起來囉 五歐姆 可是因為它是串連的電路 串連的電路 不管你走哪 一個點 哪一個點 它們的串連電路 電流相同 電流會相同 所以這個地方 你前面算出來 0.2 0.2 拿到底下來 乘以 I 乘以 R 乘以 5 所以這裡都找 1 伏特 所以它問你 PR 之間的電壓 PR 之間的電壓幾伏特 答案就是 1 伏特 這是最基本的串連題目的特色 好 我們看到第三題了 然後第三題 他說 蘆釀图3 圖3 圖3 來 這個圖3 精彩喔 同學 這個題目 他說 有一個圖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注意喔 老師在課堂上 你跟同學講過 電路圖的題目 不要讓它複雜 而是你要去了解題目說代表的意思 好啦 我是 XY 這個地方 I 等於 0.12a 這裡是 150 Ohm 這是 24 伏特 他說這裡是 200 Ohm 好來 看到 Weak Point 還記得嗎 整個電路圖裡面 只要出現電流 這裡麻煩你一關給它凸起來 只要出現電流 這是我們解題的開始 電流出現的位置就是解題開始 來 首先這個地方最基本的 這裡的電壓多少 150 x 0.12 多少 15 18伏特 來喔 這個地方是 18伏特 18伏特是這裡的喔 來 老師現在用紅色畫起來的線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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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是這裡線 這裡是導線 所以這三條是併點 併點的話這裡是24 24扣掉8 所以每一條 來 6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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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根據手機精神 併點電壓相同 併點電壓相同 再多條也是算一條 所以 6加 18 24 沒錯 因為說24減 18 6 好 OK喔 問題來了 這裡是電流 0.2 電流向水流 它會分配啊 來到這邊會分配 好來 這裡一除 這裡的電流 一除 0.03 這裡一除 0.03 好啦 那麼 走過 XY 的這個地方的電流 到底多少呢 因為這裡流進來是 0.12 0.12 減 0.03 減 0.03 減 0.03 所以這裡的電流就是 0.06 好啦 答案故意是預出了 它要你算這個地方的電阻 所以電阻不要忘了 電阻等於電壓除電流 所以答案就是 100 Ohm 100 Ohm 老師 我跟同學講過 這種電路圖的題目只要出現電流 老師再重新簡單的介紹一點 來 看到喔 相乘 IR 電流乘電阻 這個地方你就記住一個原則 VIR 這三個你一定要用自己的就對了 你不要去想到它們 想到別的 這裡多少你就用這裡算 來這裡 IR 乘起來 18 18 然後用我們的基本觀念 什麼基本觀念 因為這裡的電壓 24 這裡是並連 所以24扣掉 18 之後還有 6 並連每一條都是 6 伏特 6 伏特 6 伏特 所以每一段你只要能夠找到它的電壓 電流 電阻 三個裡面的兩個 第三個就可以算出來了 你看 電壓已經知道 那電阻也知道啊 因為題目給的嘛 所以電壓除 電壓除電阻 電壓除電阻就等於 0.03 電壓除電阻就等於 0.03 0.03 這裡進來的是 0.12 所以分兵分三入 每一個這裡 0.03 那剩下的走這裡的當然就是 相減完之後 相減完之後這裡就是多少 0.06A 然後這裡的電阻當然就是電壓除電流 這是非常基本的電路圖的計算 同學一定要多守戀 等一下考試後面會跟同學多介紹這些提醒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四題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第四題 他說三個完全一樣的電阻線 三個完全一樣的電阻線 好 連接圖圖一 就是這個連接圖 他說通過三個安排器的電流大小關係 同學 這個就是標準在考你電路的連接方式 如果今天我接這個 看到喔 我假接乙 假接乙的話 我的圖形就會變成 來 老師畫一下喔 你要看得懂 不然你題目你就沒辦法回答了 假接乙就會變成這個圖 我再跟同學提起一遍 接哪裡你就畫哪裡 你就不要管別的 自己重畫一遍 你不要懶惰 自己在這裡一直圖一直圖 你就重畫一遍 好 假接乙就接到這裡來 我們再畫一遍 不要懶惰 這個題目你只要畫圖分數就得到了 好 OK 來吧 那畫好之後 你看著喔 這個地方就是A1 這個地方就是A1 這個地方就是A2 那我A3 A3就是總電流囉 這個不管是怎麼接法 這個就是總電流 那我來到這邊因為電阻一樣 我來到這邊我一分為二 來到這邊一分為二 所以如果我接乙的話 這時候我會A3會大於A1等於A2 這兩個會一樣 而且A3一定會等於A1加A2 所以它一定最大 電流來的就是一分為二 這兩個是一樣的 但是這裡就不一樣了 這個地方來的話 來的話這裡變成 這個地方變成了A5 這裡是A1 這裡是A3 好啦 因為這裡電阻比較多 因為你現在你接的是接丙 你接丙的話 我這裡走是經過兩個電阻 經過兩個電阻 所以我的A1來到這邊 電阻比較大 電流就會比較小 所以這裡的電流最小 這裡是總電流還是保持最大 我再強調一遍 在這邊我們要記住 並沿的電路來到這邊 電流的流動是跟電阻成反比 現在電阻兩個2比1 所以電流就會2比1 反過來反比 電阻這裡是2比1 電流這邊2比1 反比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A3大於A2大於A1 所以根據這個題目 來 假接丙的時候 假接丙的時候 得到的答案是這個關係 假接丙是A3大於A1等於A2 所以沒有答案 假接丙的時候是 A3大於A2大於A1 所以答案我們選C A3大於A1 這是非常有技巧的一個考題 考得相當不錯 他可以考你串聯並聯的觀念 串聯並聯的觀念 同學一定要在講義上面 把接丙 接丙的時候把圖畫一下 接丙的時候 這是這個圖 接丙的時候一定是這個圖 一定要自己畫一下 不然考試出來 你根本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畫一下圖你就了解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5題 第5題 它說如圖3 如圖3 這邊這個圖 電遠是11伏特 通過R3 通過R3是2A Tone 趕快銀光銀化起來 2A Wic Tone 我們的最愛 只要電路學出現電流 我們就已經不是吸量一半了 是吸就爽一半了 這個題目就已經如看囊取無 這個題目就在說什麼 來 再玩一次 I 2 多少 6V 6V 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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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6V 我也6V 兩條換一條 11-6 這裡就是多少 5V Bingo 懂嗎 懂嗎 再講一條一遍 IR 得到V 3缺V 3 知道兩個 就可以算第三個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這裡已經知道2A喔 這裡5除以1 所以這裡是5A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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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所以這裡是3A Bingo 答案就知道 R5 就會等於6除以3 6除以3 當然就是2Ω 這麼輕鬆愉快 就找到答案了 答案選 A 老師在跟朋友講一遍 我們現在所練習到的 都是電路上的電流 這是最基礎的題目 有電流就從哪裡開始算 2乘3 IR IR 人家認識 電流3A 電阻 噢 二三 得六 6 並連 並連 66 11-6 這個5怎麼來的 11-6 5 因為整個電路 電壓加起來要等於11 好 5除以5A 這裡有5A進來 經過這裡二 電流向水流 電流向水流 水而汪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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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3 3 這裡電壓這裡電流 6除以3 2Ω 很簡單 所以電路學不要怕它 電路學的基本題型就只有兩種而已 這首題目非常的容易 好 看第六題 第六題的題目 圖形它在這邊講說 如右圖所示 四個鋼電子串連六伏特 R1的電阻三歐姆 R1的電阻三歐姆 R2的電阻十二歐姆 你考試的時候一定要乖乖的把這寫上去 連老師我都要寫的 你不要自己雞婆在那邊用記的 你就用鉛筆寫上去 懂嗎 算錯了 圖掉再寫 記住喔 不要在這邊一直看 寫上去 答案就會知道了 好 再來 R2 R2這裡的電壓三歐姆 這個圖跟這個圖是不是有一點血緣關係 好啦 那答案簡單啦 三歐姆 三伏特 親愛的同學 三伏特 三伏特 你告訴我 6-3 所以當然這個地方也是三伏特 好 Bingo 囉 3除以3 1a 1a 看喔 這裡 3除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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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是1 4a 電流向水流 1 4a 所以來到這邊 這裡是1a 這裡分到4分之1 所以這裡分到4分之3a 所以 R3就會等於 他看你算什麼 R3 R3就會等於 V除以A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呢 答案就是4Ω 答案就是4Ω 很簡單 好 老師在那邊動作重播 看著 首先這個圖裡面 他給我們的就是 劉老師 阿沒有電流 但是他給你電壓電阻 等於就是給你電流 所以這裡3V 這裡就是3V 來 老師圈起來了 什麼關係? 自己想一遍 什麼關係? 並臉 電壓相同 告訴我們這裡是3 好 3除以12 4a 4分之1 好 這裡3 這裡3 那我這裡要把它搞定啊 6減3 所以這裡是3V 這裡3V怎麼來的? 再看一遍 並連兩條 算一條 6減3 3 好 這裡都題目給了 這題目給了 3除以3 1a 電流出現了 好 這三個完成了 只要有三個 三個也完成了 那只剩下它嘛 1a流過來 流1 4分之1 所以經過這邊分到的就是3分之4 OK 好 3V 自己的 你只要用自己的就好了 電阻就是3V除以4分之3 所以就是4歐姆 好 連續這幾題 同學你應該對電路學應該有一點基本的概念了 老師再多做幾個類題讓你去練習 記住 電路學 這個基本這種電路學是將來所有三年級電學的基礎 一定要好好用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七題 好 同學我們接下來看到的第七題 他說如釀圖 如釀圖 K 它是30伏特 一定要不要上去喔 30伏特 CD是裝保險絲 這個S是保險絲的一個符號 按上電鍵就是按上這個開關 按下去之後 R1 來囉 螢光明化起來 螢光明化起來 R1是3A 流經過R1的是3A 這個就是我們要解題的 維克波姆 還記得嗎 弱點 如果看到電流就一個字可以形容 說 好啦 請問 CD這裡要有多少 就是流經過多少電流啦 好 然後問你 這裡R3多少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看啦 請問 3 2有多少 3 2有6 就來了 並連電壓相同 這裡6 這裡6 好 這裡6 這裡6 我這裡是30 30-6 所以這個地方是 30-6是不是就是24伏特 算分體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要算電流了 所以ICD CD 電流 告訴我 這裡已經3A了對不對 6除以3 6除以3就是多少 2 這裡3A 2A 電流向水流 水而汪汪流 所以流進來 3加2多少 5A 同理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5A囉 Bingo 5A 那麼R3呢 R3就會等於 電壓除電流 R14除以多少 R14除以5 所以答案多少 4.8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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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嗎 好 老師再講6 好的 所有圖形裡面 題目整個關鍵就是 題目給的這個3A 給你電流就從哪裡找走 3 2得6 一起看一遍 3 2得6 並連電壓相同 這裡6 這裡也是6 66 並連電壓相同 30-6 並連只算一條 30-6 這裡24 24是他的 這裡24 剩下的24 好 這裡都知道囉 電壓知道了 電壓知道了 電壓除電阻 電壓除電阻 2A 電流向水流 這裡2A 這裡3A 集合過來 當然全部就是5A 流這邊5A 當然這裡也是5A 5A知道了 電壓除電壓除電流 電壓除電流 電壓除電阻 電壓除電阻是電流 那 電壓除電流就是電阻 電壓除電阻是電流 哎呀 尾不哎呀 有點像質量密度體積那樣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電壓除電流就是4.8 OK 來 我們看到第8題 第8題一樣的圖形 都是烤電路圖 那你看他題目的精神 他說 突測器 651 說這裡是651哦 老師沒有給我們電流 對 他沒有給我的電流 但是他給了這邊的電壓跟電阻 那不是等於給電流的嗎 所以6除以3 請告訴我 6除以3多少 當然是2嘛 yes 錯嘛 6除以3 2 2 串連 所以這裡2 當然這裡也是繼續保持的2 問題來了 那這個地方的電壓多少呢 看著哦 這個地方因為他是串連 所以這裡的電壓就是3加12 乘以2 所以就是30伏特哦 光是這一條綠色的就30伏特了哦 因為他是串連 所以電阻 電阻全部加起來 才有電流 好 30伏特 同理當然這裡也是30伏特 30伏特 好 30伏特 看到 3030並連電壓相同 30除以10 多少 3A 太完美了 2A加3A 所以這裡流過來的總電流 總電流就等於2A加3A 就等於5A BIGO 好 5A 有電流有電阻 254545 20伏特 好 20伏特 30伏特 因為兩條值能算一條 你不要給我全部加起來 你這樣寫就完蛋了 這樣寫就完蛋了 因為兩條值算一條 所以你答案只能寫 這樣寫是不對的知道嗎 要寫30加20就好了 所以這裡的電壓是多少 50伏特 50伏特 兩條值算一條 所以這裡是30加20 所以這個答案問你 好 全部答案都會了 請問安培計多少 問你安培計就是問你總電流嗎 就是這個嘛 總電流嘛 所以第一個答案當然就是5A 第二個答案問你伏特計電壓多少 伏特計電壓就是多少 50伏特 可以嗎 基本的電路權 只要看到電流 但是你說老師這裡沒有給我們電流 給電壓給電阻就是給電流了 不要這麼老實好不好 來 底下我們繼續看第九題 他說有一條40歐姆的電阻 電阻 私之電阻線 跟另外一條位置的電阻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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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點 好 這樣接就是並點嘛 他們說甲乙 甲乙 連接在電子的兩極 甲安培計以安培計分別是甲 0.2 以0.4 一次給兩個電流 那根本就在送分了 請問電阻多少 來啊 看著 來吧 綠色的這一條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0.2乘40 I乘以R 所以這裡就是8V 這裡電壓是8 當然這裡的電壓也是8V 結束 並點電壓相同 那以所當然這裡當然也是8V 電壓 並點電壓相同 好 那這裡的電阻呢 電阻會等於電壓除電流 因為流經過這邊 8除以0.4 所以電阻就是20歐姆 Bingo RAV的 RAV的 這一個紅色的RAV的電阻就是20歐姆 20歐姆 好 懂嗎 這個地方 甲是0.2乘是0.4 沒錯 這樣子 OK 好 20歐姆 那接下來跟我們說 如果把甲 把電阻拉長兩倍 齁齁 小心喔 拉面定理 這個我們上課單元 在庫倫有跟同學講過 拉面定理 均勻拉長 均勻拉長要小心 均勻拉長你長度變長 截面積變C了 所以 你拉長兩倍 其實電阻不是兩倍喔 電阻應該是幾倍 電阻拉長要變成4倍 為什麼 那我是再簡單的跟你講一遍 你拉長之後你長度變長 你的截面積也變小了 所以變成 截面積跟長度都受影響 截面積越細 電阻越大 越長 所以同時這裡都變了 所以這個新的電阻多少 80歐姆 拉長 拉長 80歐姆 很可怕的題目喔 拉長兩倍以後 請問電阻多少 好 拉長兩倍 長度拉長兩倍之後放回去 拉長兩倍放回去之後 你把它放回去電壓還是8嗎? 電壓還是8 只是你電阻現在本來是20 現在擺回去 所以這時候答案放回去之後 第二小疑 放回去之後 以安培計的電流 就會等於新的 重算一遍 電壓還是8 電阻擺進去 因為它已經拉長加 所以答案就是0.1a 0.1a 所以第一格答案 電阻多少 在這裡20歐姆 第一個答案 第二個答案 均勻拉長再借回去 這時候重新再算個電流 就是0.1a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同學 如果你對這種計算的感覺或技巧 甚至說什麼叫併聯 什麼叫串聯 最基礎的你都已經迷糊了 你趕快要來問老師 不然的話你這種題目算再多聽 你不曉得它基本的計算原則 你在寫再多聽 你也是在背算法背答案而已 這是滿簡單的 你只要知道遊戲規則 不要違反它的規定 遊戲規則加減乘除 就很容易算出答案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10題 10題 第10題它在考電池串聯併聯的觀念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電池正負正負相接這是串聯 如果兩個電池的正極同時接在同一邊 那就是併聯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等 這裡是正極跟正極相接 你看嗎? 如果兩杯水的水位一樣都會流動 所以這個很簡單 正極跟泡兩邊都接正極 所以它一定不會亮的 同樣的道理 這裡 燈泡這一關 注意聽喔 這裡的正極接過來 好 這是一邊接正一邊接負沒有錯 可是這兩個電池是併聯 併聯的話只有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是只有一個效果 只有一個電池它會亮 但是它 這是完全不會亮 因為這個燈泡是兩邊都接正極 這個燈泡是一邊接正一邊接負 可是這兩個電池是併聯 併聯只算一個電池 所以這裡只有一個電池的效果 那這裡呢 這裡 注意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地方 你注意喔 它有一個短路 它有一個短路 這一個根本完全沒有什麼 燈泡 老師有跟妳講過了 遇到插路 出來 電池從這邊出來 它很聰明 它會血 所以就算有電池的話 它也因為這個短路 所以這個也不會亮 那這個呢 正負正負相接 這個就是標準的 電池什麼臉 串連電壓會增加 電壓會增加 所以最亮的答案 我們是選第四個 答案是選第四個 好 再來 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的題目 這個叫做可變電阻 來 注意一下 如果一個電阻線 然後這裡有一個箭頭 然後這裡會跑來跑去 這叫可變電阻 你們學校實驗室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 然後有一個夾子可以移動移來移去 這叫可變電阻 好 這個符號稍微注意一下 好 來 可變電阻 他說 今天我 把這個接點往左移 注意 這個接點往左移的話 因為長度變短 所以 往這裡移的意思就是變短 所以這裡代表R在變小 好啦 R在變小 因為這整個串連的這個R 那你R在變小的話 相對的整個這邊送出來的電流就會變大 好啦 電流向水流 你告訴我哪一個管子 光用看的就知道哪一個水管 好了 我們就把它看成水管 電流會最大 理所當然是C 因為它就一分 分為兩條路 兩條路在匯合 所以C的電流是最大 所以 如果有同樣的燈泡的話 要燒壞 要燒壞的話 第一個 最先可燃燒尾的答案就是選C 因為他們的油筋或的電流最大 在正常的燈泡下 因為這個地方往這邊移的意思就是電阻 整個電阻在變小 變小的話 電阻在變小 這邊流出來電流就會變大 好 注意一下 這是電路權的接法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2題 第12題它說 現在 注意 看這裡喔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題目 它說現在有兩個燈泡 這兩個燈泡完全一樣 燈泡完全一樣 它說我現在這兩個燈泡的亮度 我的燈泡亮度 要跟這兩個燈泡要一樣 來 這是什麼 一個電池 這兩個燈泡是併緣 好 聽到嗎 併緣的話 你聽著 不管是併緣幾個 它就是一個電池 它們兩個亮度 所以我這邊併緣的四個 你不要說 四個我就會有錯 四個的話 今天你還是要接一個電池 為什麼 如果你接兩個電池的話 那它的亮度就比它亮了 所以說 接這樣子 它們會 對 它們會一樣亮 不過它們的壽命會比較短 但是效果 所以家裡如果110伏特 這樣子 你接三個燈泡 四個燈泡 五個六分 每一個接你再接四個燈泡 你還是110伏特 還是只要用一個電池 只是 我們用電量會比較大 所以這一題要小心 它是問你說 這兩個 這兩個接起來效果會一樣的話 一樣亮 這個燈泡 這個燈泡 要接起來 效果要一樣亮的話 一個電池就夠了 一個電池就夠了 所以要接R點 R點 答案是選E 答案是選E 注意一下 你不會說 四個燈泡 四個燈泡 所以我們接兩個錯 四個燈泡如果接兩個 每一個都變得很亮 懂嗎 注意一下 這種題目要小心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燈泡 接兩個並連 一個電池 接兩個並連的燈泡 一個電池而已 所以我們這裡只能接一個電池 這種都是觀念題 好 接下來十三題 十三題是很基本的一個常識 你要記住 我們金屬導線 材料不一樣 電池就不一樣 我們國有學過 銀是導電性最好的 所以它電池最小 再來就是銅 所以這個題目他說並連在一起 不要忘了 並連電路 老師有講過 並連的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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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壓相同 那它的電流會跟電池成防比 來 並連就用這個式子 看清楚 並連就用這個式子 這兩個是防比 所以你要找電流最大的 就要找電子最小的 就是導電性最好的 所以 第十三題 來選 第一個 因為這兩個是防比的關係 防比的關係 老師你怎麼知道銅最好 因為我們理話有學過 銀再來是銅 銀再來是銅 再來是鐵 聶洛斯 它的電池會比較大 好 第十四題 十四跟十五 同學一定要打兩顆信號 用心的理教 這兩題你不能死倍 為什麼我怕同學死倍 因為你們歐姆地律的題目 寫太多了 只要看到譜 不管三七二十一 答案就選 這樣比 當然啦 矇到的機會滿大的 可是老師就是知道你們有這個習慣 所以他會考特別的題目 你看第十四題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我現在有一個WQ的電阻線 這一條黃色是電阻線 好 這一條電阻線 注意哦 他現在不是電阻線保持一樣哦 他是在上面 由S 由R 移到Q 簡單的來講 這句話用紅筆畫起來 R移到Q 劃起來 夾 寫上去 就是電阻在變大 所以這是歐姆地律嗎 不是 歐姆地律是同一條導線 你不可以讓它變長變短的 同樣的導線改變電壓 這不是歐姆地律啊 不要被騙哦 不要看到譜就以為歐姆地律 所以這電阻一直變大 模擬 在電壓同一個電子 電壓相符的狀況下 電壓相符的狀況下 你怎麼知道 從頭到尾都用電子嘛 這裡越大的話 電流會越小 但是你記住 因為他現在是電壓跟電流的圖 所以從頭到尾電壓都一樣 從頭到尾電壓都一樣 現在這些線裡面只有這一條 只有這一 所以老師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R點 R點的話電阻比較短 電流會比較大 所以R點會在這裡 來 老師把這條線畫出來給你看 它會變成這樣子 電壓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電子 你在R點的時候 電流會比較大 因為它比較短 往這邊移動 它電流會怎麼樣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可是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電池 所以 電壓保值不變了 很討厭對不對 你一定會說 不是每一次都是這個 我告訴你 老師就是故意挖線型讓你挑 這個題目要小心 它不是歐姆丁 它的電阻現在變長 所以這個答案 我們要選 第二個 小心 小心 第十五題 好 那第十五題呢 第十五題就是標準的歐姆電律 你看著 他說 我們現在做歐姆電律的實驗 四個字 光是不要有漢語跟你講 所以我接一個電池 兩個電池 三個電池 不管接幾個電池 我的電阻線 你看到沒有 它是固定時的 沒有像這個剛剛會跑啊 就這兩題兩個同樣比較一下 知道沒 小心喔 這種題目錯了 真的要打屁股 來 所以請問哪一個是歐姆電律標準答案 當然就是誰 歐姆電律的答案 所以答案是並 所以答案是選第三個 第十五題 答案是選三個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第十六題 歐姆電律實驗中 歐姆電律是不是同學圈起來 哦 同比圈起來 只要講歐姆電律就是電阻線 電阻不變 所以電池有一個變三個 這時候電壓跟電流的比值 還是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第十五題講的 它會成正比 什麼成正比 V跟I 這裡的比值 不管你怎麼變 我的R 步地 這條線代表步地 你 這裡 電壓增加 電流就跟著增加 所以會成 它的比值是不變 比值是不變 所以答案是選第三個 比值不變 這才叫做歐姆電律 十六題 答案選三 好 十七題 十七題這個題目 就是在考管路的觀念 同學看哦 他說現在有AV兩個燈泡 跟7D燈泡 好來看這裡是串連 走一趟 串連一個燈泡 可是在這裡你要小心 這一個 走出來 C有通過沒錯 可是來到這一點 人生的十字路口 電流就要做抉擇了 怎麼抉擇 當然走好走的 所以他就會走這一條 所以這個D不會亮 D不會亮 那 我這邊就相當地只有一個燈泡 所以C對亮 AV一樣亮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C大於A等於B大於珠 這個珠是什麼 不一樣 這個珠是不一樣 因為它被短路了 被短路了 所以這答案是C大於A等於B大於珠 這個叫做短路 同學注意一下 短路很參考的題目 第18比1 好 又是電路學的計算 I2等於2 I2這裡等於5A I2等於5A 哈囉 請問4歐姆的時候 這兩端 他要問的是這個地方小心 老師為什麼這樣的話 因為他只問你4歐姆 4歐姆 畫起來 他不是問你總電流一樣 所以來看這裡 來 這個地方是併緣 這兩個是併緣 併緣58 58得多少 58得40V 看清楚 這裡40V 這裡也是40V 所以你要現在先把這個算出來 什麼算出來 先把I2算出來 所以I2是電壓 除玄虎的電阻 所以這裡是多少 4A 小心喔 小心什麼 然後這個地方流經過這一條線的 從頭到尾 因為他們是串串串串串的 所以是4A 這裡也是4A 這裡也是4A 所以這個地方流經過4A 4A 所以這裡喔 這裡我這樣寫 這個叫做4歐姆的電壓 就等於4乘4 就是16伏特 那你練算看看 這裡4 6 24 所以16加24也是4 因為併緣 這兩條併緣電壓相同 所以我再強調一點 先由這邊 5 8 40 我講過電流就是我們下手的最好地方 看到電流就一個爽字可以形容 5 8 40 併緣電壓相同 擺到這裡來再算一次 因為兩個串串 加起來10 40除以10 4A 這裡全部4A 如果頭是還要管你總電流 那總電流流到這邊就是9A 5加 5加4 這裡是4嘛 所以總電流它沒有考 可是你也可以算 這裡加 噓噓噓噓 電流向水流 懂 好 那40知道之後 40知道除也知道了 4A 所以4 4 電流 組成電流 4 4 16 所以4歐姆的16米 所以是八題答案選 3 小心 小心 已經練習過很多這種題目了 看到電流就知道要怎麼下手 好 第19題 再來一次 第19號是沒有電阻 聽好 沒有電阻的題目 除非它的連接方式像這種這麼複雜 如果只有兩個 而且是並聯的話 我告訴你 那就是在送分了 怎麼說 他說兩個1.5的 兩個1.5的串串 所以這裡的電壓是1.5乘2 這個地方的電壓就是3福特 3福特 好 並並並 對不對 你就不要再算這種電阻了 所以這裡就是3福特 3福特 大家一起用 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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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分體 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像這樣子 這樣子 我告訴你 你就要算出 你就要想辦法算出總電阻 然後再算總電 然後再去分配 就不一樣了 這個比較單純 這個比較單純 好啦 所以這個地方 請問通過IA 就是通過這個 來 3除以2 所以IA呢 在家嗎 IA嘛 IA嘛 3除以2嘛 電壓3嘛 3除以2嘛 3除以2 IV呢 IV一樣3除以1嘛 3除以1嘛 所以一個是1.5 一個是3 一個是1.5 一個是3 所以答案選2 190 答案選2 答案在這裡 一個是1.5 一個是3 如果你總電流呢 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3加1.5 就是4.5 OK 很簡單的聽用 很簡單的聽用 所以答案選2 好 第20題 這個我們講過 講過了 串連跟并連 老師有跟妳講過 串連寫上去 串連就是變長 并連就是變粗 所以現在它的電阻 串連的話 它會變N倍 原來R 有N個R N個R相加 串連 所以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串連的話 就會變成N個R 全部加起來 電阻會N倍 可是并連變粗 變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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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變成 變粗 所以它會問你 這個是真的幾倍 這個是真的幾倍 來 補串 來看 老師再跟你強調一遍 R分之一加R分之一 加等等等等 很多 然後這給X分之一 所以X就會等於多少 X就會等於N分之R 如果你真的不懂 應該趕快來問老師 這怎麼來的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照一個變粗 一個變粗就好了 所以這裡有N個 這裡也有N個 它相加N個N個 所以本來是R分之N 本來X分之1是等於R分之N 那我把它導數的就是N分之R 那這個是這個幾倍 相處 當然就是N的平方倍 這個最好 第二次你能夠把它當作嘗試背起來 我們已經寫過兩次了 這有螢幕二次題大家選三 最好能夠把它當作嘗試 五個電阻 五個電阻 就是串連 是五個電阻變連的幾倍 五個喔 這樣知道嗎 原來是R 所以變成一 就會變成幾倍 二十五倍 一個是串連 五個相同電阻 一個串連 一個變連 就會相差二十五倍 激跑這個地方 好 二十一體很簡單 這叫做什麼 拉面電力 你看 用紅筆畫起來 均勻拉長 均勻拉長長度變長 相對的也變細 所以同時變長跟變細 所以電阻都在加倍 所以變成幾倍 剛剛有一體也算過了 零點二 原來是零點二 所以加倍變成四倍 所以零點二乘以四 答案就是零點八 二十一體 答案是選二十一體 答案是選第一個 二十一體 答案是選第一個 四倍 知道嗎 這個拉面定履 幣連串 這個不知道的 趕快來問 老師拿一個口腔桿那邊拉拉看 你拿一個麵糰那邊拉拉看 同樣一塊麵糰拉得越長 它會變得越細 所以電阻它是 好 乘以兩倍 再乘以兩倍 是四倍 所以答案是選 第一個 好 看到二十二筆 又是這一種 基層的電路圖 這個電路圖 很很單純 你不要怕 它說 安北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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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燈泡的時候 這裡是3A 這種螢幕你不要怕它 這裡是3A 它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在這一條線 這個燈泡 這兩個燈泡 這三個燈泡 它們是一個並聯的電流 所以聽著 它不會影響它的電流 它不會影響它 它們是各自獨立的 但是算電流怎麼算 因為這裡是同樣的電池 所以它們電壓一樣 所以老師跟你講 像這種題目你不會算的話 我們用簡單的一個數字來帶 你看 這裡因為它3A 那我就假設這裡1好了 這裡是1O 每一個燈泡都是1 1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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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最可愛的 正主題 好玩 來 這裡 我從這邊就可以算出來它是3V 因為它還沒有按下去 好 按下去之後呢 不要怕 按下去它不會影響它 所以原來的這裡 還是3A 只不過你按下去之後 我這裡的電流 這條藍色的 要3除以2 所以這裡的電流 這裡的電流 從這邊流過來的電流 就要3除以2 那綠色的呢 是3個 所以這裡的電流就變成要3除以3 1A 看到嗎 因為3個串連變成3 所以我們是跟同學講過嗎 你家裡的燈泡接的越多 這時候總電流就會變大 所以原來的3A 原來的3A是這一條 再加上這個 2分之3A 2分之3A 再串連一條進來 再加3分之3A 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把黃的電流 藍的電流 綠的電流分別算 算完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個答案全顧加起來 總電流就是3 加2分之3就是1.5 再加1 所以5.5A 所以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就變成了5.5A了 變成了5.5A 好 這個題目要特別小心 這個月考 老師非常喜歡考這個 甚至它可以等2個 2個 3個 4個 5個 都沒關係 記住一件事情 並連什麼 電壓相同 那我的電流怎麼算 每一個每一條每一條算出來之後 總電流加起來 這可以證明什麼 當你並年電路越多的時候 總電流越大 所以你家裡的所有電器打開的時候 最後那個總排管會受不了 會跳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總電流需要送出很多 才能滿足所有電器的運轉 所以就容易跳電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23題 好 今天我們看到23題 他說電阻線 電阻的比1.2.3的三角線 串連 圈起來 串連 不要變練了 串連什麼 電流相同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是串連 管你電壓接多少 他們的電流都一樣 所以他們電阻線的電流比就是 1.1.1.1 所以 第23題第一格 23題的第一格就是 1.1.1.1 很簡單 很簡單 好 第二格 問你電位差 注意 很簡單啊 因為你是串連啊 你是串連到我每一個 有每一個的R 這裡是1.2.3 我的電阻是1.2.3 那我電流是大家一樣 都是1安排好了 那我電壓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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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3.3 所以電壓 來 如果你想要看公式的話 老實寫給你看 V等於IR I是V除以R 那我電流相同 串連就用這個 電流相同 這兩個是正比嘛 所以電壓比就是電阻比 所以第二格答案就是1.2.3 一個是電流相同 一個是電壓等於電阻比 所以第一格1.1.1.1 第二格1.2.3 電位差就是電壓 好 二十三比 好 來看看二十四題 二十四題就是一個簡單的計算 他說 五個燈泡跟PQ安培計 好 P在這裡 Q在這裡 他說 P 0.5 安培 他問你說 請問這個Q應該是多少 來 再講一個P 這個是什麼連 這一條紅的 跟這一條綠的 是什麼連 串 那是併連 併連是什麼 電壓箱口 很簡單 併連電壓箱口 那電流 來 看喔 併連的話 我們就用這一個 什麼這 哪一個 把這裡削掉 電流跟電子塵盤 你告訴我這裡幾個燈泡 兩個燈泡 這裡燈泡幾個 三個 你說老師 這裡也算進去四個 你眼睛脫窗 這是安培計的 這個都可以算進去 三個 所以電子2比3 那電流就是3比2 電流是3比2 這裡不知道多少 這裡比這裡 這裡比這裡 0.5 要等於電子2比3 要等於3比2 所以這個地方 就會等於0.75 這個地方就是0.75 0.75 太完美了 那Q呢 Q就會等於什麼 這兩個相加 電流向水流 水喝汪汪流 流流流 所以0.5加0.75 答案就是1.25 A 所以Q就是1.25 這個Q在跑什麼 併連電路 電壓相同 電流跟電阻乘 反比 一個燈 兩個燈 這是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就是三個燈 兩個燈比三個燈 2比3 電阻 所以電流就要3比2 懂嗎 併連 併連的螢幕 好 25比 請問R是多少 太簡單了 如果是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 可是他給你電壓 所以那句話 6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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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救命先當 不給我們這個多麻煩 好啦 他送分了 怎麼說 6除以6 1A 6除以3 5A 全部TOTO加起來 1加2 總共多少 3A 所以留經過這裡3A 太可愛 太玩笑了 現在只差一個什麼 電壓 這裡15 15-6 你不要不要減兩個 併連只算一個 9-9 所以這個地方的電壓 這個地方的電壓就是15-6 就是9V Bingo 所以他問什麼啦 問電阻啊 電流知道啦 電壓知道啦 所以R就等於 9除以3 3 所以3 歐姆 9除以3 Bingo 3 歐姆 第245題 簡單 明瞭 好 大家看26題 26題他問你說伏特劑 是不是沒看過這個 我跟你講 沒看過的把伏特劑先拿起來 就看出來了 這是什麼 來 老師教你 先把伏特劑拿起來 現在這兩個是電池 這兩個是電池 好 這兩個是電阻 我們還沒有接上去的時候 我們先算一下 這也是3伏特對不對 3伏特 3伏特 除以這兩個的電阻是多少 300 所以這裡的電流是0.01A 好 這不是重點 這裡0.01A 0.01A 這裡消耗多少 這裡相乘0.01 所以是消耗1伏特 再流過它消耗2伏特 你有沒有發現2伏特1伏特 這裡加起來好 這裡很簡單 今天就好像你拿了100塊出去把他用光一樣 從這裡開始 我們從這裡開始 0 跳過電池充電 電流方向是這樣子的 跳過電池充電 我們從這邊 當作起跑點 這裡當作0 當作0 所以這也是1.5 看懂 跳過 這個A 再加1.5 3 好 這是充電 好 來到這邊 耗電 是用錢把錢花掉 所以來到這邊已經存了3塊錢了 再用掉1塊錢 這裡1塊錢 跳過 所以這裡剩下多少 2 2伏特 再用到2塊錢 又回來 這邊又變成多少 你 看懂嗎 老師再講一遍 通過電池加 通過電池加壓 充電 加壓充電 通過電阻減壓 就是耗電 耗電 好 算過來之後 很簡單的 他問你這一點 從這邊走過來 這一點是1.5 然後走到這裡來 這裡是2 問你這一點跟這一點差多少 電位差就是問你這一點 你把伏特器接上去 就是問這個啊 伏特器接上去 接到這裡 然後這裡是2 1是2 老師起來這邊 2伏特 這裡是2伏特 怎麼來的 剛剛已經講過 這裡2 這裡1.5 那相差多少 所以這個V就是多少 0.5 而且誰比較高 這裡 比較高 所以這邊要接什麼 比較高的叫做正極 所以正極要接哪一點 接V點 好 這個螢幕有一點技巧 所以同學要記好 這市面上的考卷比較少見的 從這邊開始 從電池的負極 最右邊的那個電池開始算 0 遇到電池加壓 加壓 遇到電阻減壓 可是你要知道減多少 先把電流算出來 電流通過去 0.01乘以1吧 所以通過它減1 通過它減3 沒錯吧 全部是3 通過之後變成全部用掉 又跑回來 這26題 如果同學有不懂的話 再問老師 同樣的 他還會這樣考你 如果我這樣考 我問你說A珠2點 A珠2點從那邊接起來 A珠2點就是差多少 這也是3 這也是0 所以其他人它就是3 也可以問這兩點 問你這兩點 這一點跟這一點 很無聊吧 這兩點就相差多少 2 都可以考 問你A點跟E點 A點跟E點相差多少 輕鬆愉快 這樣做嗎 接電壓 所以你不要被騙了 你只要把它算出來之後 看它接那兩點 就兩點下去加減就好 比較高的就是接正極 比較高的叫高電位 就正極 OK 所以26題 第一個是0.5 第二個是D 答案在這 OK 好 27 又來了 電路圖 如果說3歐姆的4A Bingo 還好 有這個東西 3歐姆的4A 3歐姆的4A 那不是就是送分嗎 3 4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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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所以請問你 總共電流是7A 那我這裡是3A 相處 這裡都是多少 這也是4A 這也是4A 這是我相處是 這什麼 電主 我這裡是4A 題目講的 題目講說流經過4A 所以相處這也是3A 所以總電流 總電流 電流向水流 水流流 總部加起來 總電流就是3加4 7A 第一個 好 第二個 我又要複習舊的東西了 Q等於IT 流經過3歐姆 看清楚 他是問3歐姆而已 他沒有問全部 他問3歐姆 3歐姆是4A 來 Q等於IT 4A喔 不要再錯 時間多少 時間是多少 每秒 每秒就是1 所以就是4庫了 然後他跟你說 多少電子 4除以1.6乘以10的-19 不要忘了 一個電子的電量 1.6乘以10的-19 要謹記在心 好 這裡算出來 答案是2.5 因為剛好4分之1 這裡把他乘過來 然後用4分之1下去算 乘以10的-19次方 19次方格 2.5乘以10的-19次方格 好 這是複習我們上一次 單元的Q等IT 所以電學 是甚麼都可以考的 之前的護輪定律 到這邊來都可以用到 都會考到 所以這些提供同學要特別小心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28題 28題是甚麼 安培劑跟伏特劑的用法 這個我們課堂上講過好多遍 對不對 安培劑要怎麼連 測電流的 測電流的 要串連 因為電流相同 然後伏特劑要並連 所以第一題很簡單 答案選第2個 注意喔 第2個 而且你記住 有時候考試還會討你正負號 所以你正負號也要把它標上去 兩層習慣 好 正負號 我告訴你這個安培劑畫這裡 畫這裡 畫這裡 都是一樣的儀式 因為它測動總電流的 好 那所以第2個答案 第一題答案選2 第2題答案呢 第2題答案要寫甚麼 他說如果得到的這個是V 這個是I 因為R等甚麼 V除以I 所以答案要選第1個 這是我們的電阻 好 第3題重要 第3題重要 他說根據這個測量會有誤差 那誤差到底是你原來的正確值 這個有一個正確值 這個紅色電阻有一個正確值 比正確值是大還是小 來 你看這邊 因為這裡的電壓沒有誤差 這個圖V沒有誤差 但是 聽好 你的電流這裡有誤差 為甚麼 這裡的電流真正假送你這樣寫好了 這裡的電流是I的話 其實這邊有沒有電流流過來 有 然後它才會合 所以這個地方是I加小I 我問你 這裡測出來的電流 跟它實際這個電流有沒有一樣 沒有 比這裡會多一點點 所以你今天你這個Iblank 這個Iblank 你不是戴這個喔 你是戴這個 所以你比實際的來得很大 假設這裡是3的話 你這裡可能是3.2 所以這裡比實際的 所以你這裡測的電阻 第一個 V沒有誤差 但是你這裡的I Iblank 比這個I來得大 懂嗎 那我們實際的電阻 老師寫給你看 實際的電阻應該是什麼 這個叫做V除以I 這個叫做實際的電阻 這是我們的測得值 這是我們測量出來的 那因為我這裡比較大 分母比較大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我的測量值會比實際值 這個叫做測量值 所以你測量出來的 怎麼會比實際值越小 答案你選第三個 要越小 這個叫小量 這測量值 會比實際值來的越小 好 那你說老師 怎麼知道會這樣子 來 我們看29 29題就是用數字來證明給你看 你看 這個圖 不就是把這個圖拿出來用嗎 好 你看 他說 29題他說 他的電阻 看這裡喔 他的這裡的電阻 來 這裡老師要跟同學講 安培劑 安培劑裡面是一個高電阻的東西 前方你會考 要備考 安培劑是一個高電阻的 伏特劑是一個低電阻 所以伏特劑不能直接接電池 伏特劑接電池它會燒壞 安培劑是高電阻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測電池 好 這是高電阻 2000 他說如果伏特劑這裡測出來是40V 我這裡的安培劑是0.1A 那我問 測額的喔 測額的當然就是直接把這個地方 除這個地方就是答案 這個地方 這是要測量值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測量值是多少 40除以0.1 就是多少 400歐米 這明白 小心喔 這是測額值 第二個怎麼算 小心喔 正確值 正確值 因為這裡不除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小很小的電流 但是這裡還是要算 很小的電流是多少 40除以2000 所以約掉約掉大約多少 50分之一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小很小的電流 大約是多少 0.02 好 這裡有一個0.02 那我這裡真正的電流 我這裡真正的電流 這個電阻的真正電流 才只有0.1-0.02 才只有0.08 這就是誤差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題目 聽好 我們剛剛這個題目 測額的電流是不是比實際的來的大 沒錯啊 你看我測額的是他叫他 可是實際上 這個你不能算在他頭上 他的電流其實真正只有0.08 所以什麼叫實際值 來 這裡沒有誤差 所以這個實際真正的電流就是 40 這叫測量值 這叫真正值 40 來 這裡沒有誤差 可是底下有誤差 這是0.08 所以要測得的是500Ω 所以有沒有看到 實際值會比你的測得值來的大 就是這裡這個 這兩題要一起唸 小心 月考考到這種題目相當滿 他會考你這個有沒有誤差 誤差到底你測出來的比實際的大 還是小 一定要弄清楚 因為你電流多算了 你電流人家多算了 所以你的測得值會比較小 你會比實際值來的小 實際值500 可是你只有測得是滿重要重要的月考題目 好 來看到第30題目 30這個是標準 在電路學裡面最複雜 也不算複雜啦 可是變化性比較大一點 他說這裡有一個開關 他可以搬上安下 他首先說 他有七個相同的燈泡啊 福特 V1 V1是6 他已經給你了 這也是6 然後就是說 當推向 推向 推向 R的時候 推向R的時候 推向R的時候就相通 推向Q的時候就Q相通 所以第一個方面 當推向Q 好啦 Q 推向Q就會變成這個 劉老師怎麼會這樣子 推向Q之後就只有上半部 老師把它劃下來 這安培就在這裡 底下就不要管他了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注意 什麼叫做推向Q 推向哪裡就重畫一遍 跟老師講一遍 這種電路圖 我們剛剛也有看到那個推上推向 推哪裡你就重畫一遍 你不要懶惰 不要一直在這邊畫 你不會看不出來 推向哪裡然後走一趟 底下不要了 就不要再畫出來了 好 就是這個 然後推向他的時候 這裡是0.2 太完美了 這裡是6V 6V那他在怎麼燈泡啊 所以我們就算出R 6除以0.2是等於多少 6除以0.230歐姆 30歐姆是兩個燈泡的啊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地方 每一個燈泡 所以每一個燈泡 你要自己算出來 每一個燈泡就是15歐姆 根據第一個 我們每一個燈泡 我們就算出15歐姆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了 為什麼 這裡都一樣的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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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就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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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寫上去 題目講 這個是穿空燈泡 所以第一格 你看不懂後面就不用算了 第二格就簡單了 第二格他說推向R 好來 老師就直接在這邊 因為這裡已經算過了 推向R就直接接起來 推向R上面就不要了 就變成了這一個 好 變成這一個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並連電壓相同 來 我們來算算看 他說這時候A2是0.2 太完美了 這一條黃色 電壓多少 兩個燈泡 所以這裡的電壓是 15加15 乘以0.2 所以多少 6V 這裡6V1 這裡當然就是6V 不用懷疑 66 好 問題來了 這裡0.2 當然這裡也是0.2 電流向水流 最可怕的是這個燈泡 這個燈泡 比他們來的兩個 這0.2 所以這裡的電流是0.2 加0.2 是0.4 不要弄錯的 這個燈泡 這個燈泡跟那個叫特別不一樣 0.4 所以這裡的電壓呢 來 注意喔 這裡要自己算喔 這裡相乘 15 乘以0.4 結果這裡算出來也是6V 好啦 這一條6V 這一條6V 這裡也是6V 60 那應該電壓怎麼算呢 電壓怎麼算 並連值算一條 所以這也是6V 這也是6V 所以6V加6V 會等於V1加V2 你說老師 為什麼V1加V2 因為這些電子是上面串的 這個是串的 接起來上面不要還它串的 所以這裡12就等於6加V2 所以V2自然而然的 也是6分特 很有水準的一個題目 還沒有水準的一個題目 老師跟同學講 只要有那種偏向的開關 轉來轉去的開關 這種題目記好 一定要 偏哪裡就畫哪裡 上面就不要 然後